美好的一仗我已经打过 那祝福未来我们三重会更好 那我们都尊重三重相亲的一个决定 三重立委补选这一战 落败了 郑视为还是勉强 春起微笑 打起精神 先决的一个条件 就在起初的时候 当然就是属于劣势 从三七打到四六 打到五五 那现在这一个票数 我觉得自己还蛮欣慰的 纵然票数摇得相当接近 还是没能攻下基本盘 绿大于蓝的三重选区 郑视为成人败选 向对手于天祝贺之外 也有些话要跟他说 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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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好地做 希望他搬来三重住 小小调侃了一下 只是这次补选 搭着寒流旗帜 吹出四成左右的投票率 最终没能达到效果 犯到激发出绿营支持者 危机一事 中央人家有执政资源 那所有大军压军 那我相信针对于我们 这一个没有 手中没有任何资源的 年轻小伙子 我相信当然我们是 属于比较劣势的 我觉得如果没有他们的话 可能票数还差更多 输了不气馁 反倒安慰起一旁落泪的支持者 正视为说将陈浅一段时间 先暂时陪伴神秉的父亲 只是这回绿营铁票区没能攻破 2020前哨战 蓝军打得并不漂亮 欢迎新闻 维续成一种新闻市场的 有发生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